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來分享這個 秦楚和三國大亂鬥的需要禮包碼 然後呢首先你們要大概達到20關 這個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就會解鎖這個組成嘛 然後解鎖這個組成你就點這個組成 然後點擊左上角你這個個人的頭像 然後再點擊你這個右下方這邊就有這個禮包兌換 然後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兌換碼 就是K然後AI然後小寫的FU 接著是大寫CH 也是002 KAI然後FU小寫CH002 然後一樣點擊這個確定 這樣就兌換成功 然後我們就要去信箱查看 然後這個郵件要50關才能開啟 所以你們還要 打到50關 所以呢 呃 那就只能接著繼續打看看吧 好我們完成這個第1章的所有任務 就有這個高級招募券 好然後我們獲得有這個10連抽 我們直接來抽一下看看 獲得這個什麼 陰布 魯斑 還有這個馬鈔 好 好 開心收下 這裡還有這個限時禮包 這是要儲值才有的 然後呢這裡 這邊是刀壁思格 這個要 蠻多次才可以升一次級的 那我想看一下可不可以這個 我現在的英雄有這麼多馬 這個是4星角色 我們這個一開始拿到的呂布 就只有3星而已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多上陣幾個 他是要解鎖這個英雄的地儀 好吧那我們直接開始戰鬥 目前這個只能調到最高兩倍數 然後這邊40關才可以直接跳過 目前來看是我們這個老頭子可以直接打兩個 喔解鎖這個聯盟 喔解鎖這個聯盟 這邊就只有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些角色的技能好了 這個的話攻擊任意兩個敵人 所以這個也是直接打兩個的 這應該是他們的普攻技能 然後這個馬超的普攻是打兩個 這個魯斑呢 喔是攻擊三個 那這個陰部呢 並且可以回復我方的 還可以回血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我們這些角色都換成這個 我們先換成這個三個的好了 我們先把這個魯斑 給上陣上去 好這樣升到20級 這邊還可以升星呢 但是現在還不要吧 然後接著是我們的呂布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孫潛的裝備給扒下來 看一下喔這個裝備喔這個已經裝備上去了 我們這個技能不夠了 經驗不足了 然後前往這個背包使用這個經驗書 但是我們現在也沒有經驗書啊 好吧那我們現在就只能夠繼續來打了 應該是要把我們這個孫潛還有這個 給他換下來 把我們這個 這兩隻給他換上去 應該還行吧 雖然只有三級 你看這直接射三個 效率超高耶 我們只有三級的傷害還是蠻高的 這應該要到後面這邊他才可以開啟那個 角色重置什麼的 這一下就打三個 總傷害直接1000啊 還是我們可以先來領取一下這個 不過這個也才500多耶 這邊有這個招財啊 這個就可以讓你這個越抽越多的 然後的話 開服闖關 這要到45關才可以領 這的話也是這個 紫色的碎片禮包 我們繼續打我們關卡 這要打到40關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像我們這個我們就不應該投資這個 只射一個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要157 然後的話這個都要 這個還要到610 610關才解鎖 商店是已經解鎖 鐵匠鋪這邊都要300多 英雄祭壇的話 這裡的話是選擇升星的 這裡就只能夠選擇升星的 如果他可以繼承主英雄的 喔他合成成功可以 喔返回耶 所以如果我們不要的話我們就 不過他這個也只能夠 提升同名的而已啊 像這個的話 對吧這個也就只有一個同名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提升嘛 然後的話這個遊戲的就只能夠提升 如果這個升星的話 這邊就100%返還材料英雄等級 因為你要返還就只能夠升星 而且這個紫色的升星是 只可以 用同名的角色 這個橙色的話就不需要 因為橙色比較稀有嘛 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繼續打 爭取一下 應該最多只能夠打到30吧 再打下去可能要花更久的時間 英雄開啟一個新功能 喔有啦有啦這邊有回收了 可以返還獎勵你有看到嗎 這個經驗都返還了 喔那這樣就好啊這個有 這個遊戲就很棒啊 幹嘛像我這個 我這個重生要花100個這個 那重製呢 重製就只要花20個 重製是連這個升星他都會返還給你 好那我們就選擇重製吧 這樣就好啦 對吧對吧對吧 然後其實我們也可以把我們這個旅布給重製回來 那我們現在上陣的就是這四隻 我們先把我們這個升到20級 然後進階一下 把我們的陰布也升上去 升到20級 我們的這個魯斑應該已經還沒突破 我們要幫他突破一下 這魯斑是我們的主要攻擊手 然後第二個攻擊手是我們這個馬鈔 這樣 這樣技能就 技能點就不夠了 然後把我們這個裝備都給他升到最好的 OK然後這個槽子的話就隨便了 他們就只有單體攻擊 然後這些呢 這些人裝備應該都已經被拔下來 好那我們應該就可以快速的挑戰 我們勢力等級已經提升到4級了 那這樣代表是我們可以多多上幾個嗎 還不行 一樣要提升這個 不過我們有解鎖這個 弓箭職業力量提升 30 這有三個拿弓的 為什麼這個 馬鈔是拿弓啊 我知道啊 他不是那個 槍 槍騎射手 騎馬打仗 有了嗎 有了嗎 你看這樣速度就快多了 你們可以快速大打30關喔 不過距離要領那個禮包馬的獎勵還有 20幾關啦 所以可能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我們這次就打到30關 你看 光我們這個魯斑的傷害 直接乘三倍 他們單體的傷害有沒有這個魯斑高 你看這個大招 明顯就打超多人 好 追過一關這個boss關 你看 這個三連劍 不過他說有幫忙回血嗎 我都沒看到 我看到沒有這個大招 OK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 秦楚和三國大亂鬥的 分享及試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